那么内房业绩也是正在一路一路的出 首先看到保利之业方面 去年盈利是下跌了近9% 是赚了22亿 墨西西是派到了一毛两分三 去年收入是232亿 跌近27% 截至去年底为止 共有57个在建和待建项目 总建筑面积是2025万平方米 去年新增土地储备 总建筑面积达到342万平方米 首先看一看这个 在保利之业方面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豪权认为 内房的话 现在陆续出业制 你说它的业制出来 是不是 这只是一般而已 我就觉得说 而且就是保利 现在内房股的话 其实也不是说很执重去炒这只股票 因为它已经好像有点过次了 这种保利 名词比较 这是名词的一个内房股 相对会比较强势一点 当然如果你说你真的要买样式的话 那可能首选都是中海跟华人之地 那你说保利的话 就是有所 不是说非常 它有个特别 就是市场也不是说很瘦弱这只股票 对 那另外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只内房的业绩 就融创中国 去年是多赚了有五成 盈利是165亿人民币 末期派息是八毛两分七 按年是增长六成半 期内收入是升了八成九 达到1247亿 毛利率增加4.3个百分点 来到25% 全年实现合同销售额是4608亿 完成了4500亿的一个全年目标 债务进额与资产总额比率 也是下降到了15.2% 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讯号 那这个融创中国也算是之前曾经在内房里面一个领军的一个跟恒大是两头马车的感觉 我相信应该现在是一只独售而已 而且一直就 只有一只就是 现在是融创基本上是内房股最强势的一些股票 而且是说做得挺好的一个 但大家也实时也要关注一点 就是说今天就是融创主持其实也说了 就是也有点过热的一个指向 所以他也会说觉得说今年可能房价也之前好像我们所讲的说 大家也不要憧憬很多的方式超市出来 这是一个国家可能都是大家觉得房价比较稳定了 这个已经是一个政策的目的所在 但融创它自己确实就是现在它做出来自己的表现也教得出来 你看那其实你如果去比较一下碧桂圆 恒大 融创的股价就是已经很清楚 市场人告诉你说哪一次是它真的是龙头就这样子 今天这个融创股价是升了4.38% 一度是创下了一个52周的一个新高位 逼近到40块的一个关口 那我们来看到在大行方面对于融创的一个观点看法了 那么融创花旗方面就表示盈利比之前预告还要理想 毛利率是升到26% 负债率就回落到149% 花旗认为融创的业绩证明公司多年高增长是可以持续的 维持买入目标价是46块5的一个水平 那刚才浩劝也提到了 现在可能是一直独秀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今年内房的业绩普遍都好过这个原本的一个较差预期的话 那如果部署内房股今天我们来看到融创的这个业绩 会不会是我们在内房里面一个行业首选的 融创的话肯定是一个内房的一个首选 大家也要小心一点因为房价也不是说会大幅上涨这个局面来讲 就是融创只是说他自己公司真的确实是彼此他做的比较好 那所以他市场可能对他的比较有公司可能比较有信心 可能给一些日价给他 但如果你长得这么猛的情况下 除非你说房车真的是有一个很火很火的指向 那如果我们相信其实今年的房车也是比较稳定下来的话 没有这个因素的话如果吵得太夸张太快的话 其实大家也不适宜去告追这个股票 因为比较来讲的话 你可能会选一些比较追落后会不会他的业绩出来也是OK的 然后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融创当然他可以回调了 大家再去买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但你说真的一路上讲 你看那近来他真的是长得很猛的情况下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价位去追认呢 我觉得这个大概也要小心一点 所以耗权意思是内房这个行业还是OK的 但是再选的话可能要稳健一点 不要选这个可能太贵的或者是充得太猛的 反而可以选择一些相对落后点的是吗 对 但是不要选之前可能不是市场之后焦点 我觉得也可以不用太个诈意他们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内房股的一个股价表现的情况了 那么今天内房股都在升 其中看到第一版里面升幅最好的是万科 升幅达到5%以上 那么在第二版方面来看一下其他几只内房股的表现 那么今天的这个融创中国升幅有4.25% 表现也是非常的不俗了